中华民国第十一届国会立法院 2月1号开议 当天将选出新任的立法院政副院长 现任院长游锡坤 25号接受电台专访强调 自己有信心连任 那院长我刚刚问说 你对于这个 继续当院长有没有信心 你没回答 当然有信心 有信心 我看到很多人都在帮我拉票 有信心 对于民众党抛出国会四大改革 要求蓝绿两大党做出回应 游锡坤表示 相关的议题 自己之前都曾提出过 他会继续和民众党维持关系 也会去败票 游锡坤也提到 他在任内力推国会外交 包括捷克 立台湾 美国等国的国会议长 都曾经来到台湾的立法院 自己也多次受邀回访 强调国会外交的重要性 让台湾在国际空间有所突破 这一届立法院长选举 国民党推出韩国瑜搭配江启臣 民进党由现任的政府院长 游锡坤 蔡奇昌竞选连任 过去在2020年 2012年的院长选举中 都曾经发生 国民党籍的国会议员失误投错票 但最后都没有影响选举结果 不过2024年 国民党拿下52席立委 民进党51席 两大党都没有过半 票数只差一席 手上握有8个席次的民众党 是关键少数 再加上青蓝银的两席无党籍立委 都将左右下一届立法院长人选 三党不过半导致结果难预料 为此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日前下令 要求国民党籍的立委要亮票 就担心再发生跑票情况 新唐人亚太电视 林嘉维李逸宏综合报道 》3